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尝试着用装饰器来解决一下我们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么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装饰器它只是一种模式 我们待会可以看到我们实现的装饰器并不会引入任何新的知识点 我们所实现的装饰器就是用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所学习到的相应的知识点 好,我们新建一个C8.py 好,我们实现装饰器首先来定义一个装饰器的外部的函数 我们把函数名叫做decorator 好,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先用pass占位一下 好,那么这个decorator就是我们装饰器实现的一根外部的函数 好,然后我们接着来实现一下我们内部的这样一个函数 是的,要实现装饰器需要用到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欠套函数定义的方式 好,我们在decorator的内部再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叫做wrapper 好,那么对于一个装饰器而言 它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在decorator函数的内部 我们最终需要把wrapper给返回回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样一个币包 有一点点相似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wrapper是没有引用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的 好,这里的wrapper我们拼写不对 应该是wrapper 好,我们修正一下 那么这里wrapper什么意思 意义可以理解为是被封装的意思 然后decorator什么意思 装饰的意思 我为什么叫这个两个名字 等会我们再来解释 好,那么现在我们装饰器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结构就形成了 好,那么要进一步的来编写装饰器的话 我希望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C7里面 看看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之前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是用一种非常容易想到的这样一种思路 来做了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更改 也就是说我们新定义了一个printed current time这个函数 然后在这个函数的内部 首先去完成了我们新加入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 就是打印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只不过是把这样的一个原有的函数 又给它调用了一次 对不对 好,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 我们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换到我们的装饰器模式下面 其实思路和现在的这个思路和我们上节课所讲的这个思路 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在C7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新定义了一个函数 然后加入了我们的新的业务逻辑打印时间 好,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在WAPER这个函数里面 把我们新增加的这个业务逻辑加进来 好,我们的这个新的业务逻辑是这样的 print time 给time 这个time我们还能导入进来 好,我们import进来 好,然后这个pass占物符我们就给删掉了 好,加入之后我们再对比一下 我们在C7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在我们新增加的 print current time函数里面 再调用一下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这个F1和F2 因为我们只是补了一个功能 对不对 原有的功能还是要继续使用的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WAPER里面 再调用一下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然后我们把我们的F1函数给它复制过来 好,那么同样我们需要在WAPER函数里面 再把我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F1再调用一下 好,那么还是模仿我们C7里面这段代码 我们的print current time是接收了一个这样的函数作为参数 然后在这个函数的内部 又调用了这样的一个参数函数 所以说同样完全是一样的套路 好,我们在Decorator函数里面 定义一个残属funk 好,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WAPER里面来调用它 好,写完了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就是一个装饰器了 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装饰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好,基本上和C7来说和print current time是一模一样的 区别在于什么呢,区别在于我们的装饰器 只不过把我们的Current time这个函数 把它封到内部,对不对 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装饰器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这样的一个Decorator 来完成我们的业务的更改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调用一下Decorator这个函数 然后它接收一个函数,对不对 好,我们把F1作为参数传递进来 好,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Decorator return的这样一个WAPER函数 好,是不是很像我们B包的行为 确实很像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用F变量来接收一下返回的函数 好,现在F竟然是一个函数,对不对 OK,我们直接调用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Decorator装饰器的调用 好,那么一切就去了之后 咱们来运行一下代码 好,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Decorator成功的生效了 它满足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需求 在原有的函数的功能的前面增加了一个打印 好,那么什么是装饰器呢 这个就是装饰器 其实只是变了一个魔术 和我们C7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调用的方案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这样的一种写法它的内聚性更高一些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样一种写法叫做装饰器 好,那么真正的业务逻辑其实并不是在Decorator里面读的 真正的业务实际上在Wapper里面 Wapper是被封装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在Wapper外面包裹了一层Decorator 来实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改变我们原有的函数 而增加了新的功能这样的一种特性 那么看起来就像Wapper被Decorator装饰了一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叫Decorator装饰器的一个原因 好,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反正我是没有听明白 我刚刚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对装饰器的解释 是绝大多数课程和教材或者是书籍里面 所定义的这样一个装饰器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体现出装饰的特性 好,那么等会我们下节课给大家讲一讲 我理解的装饰器是装饰器 为什么叫做装饰器 好,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就要开始吐槽了 老师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我觉得它一点都不好用 确实我也觉得它非常讨厌 明明可以用我们C7模块里面的 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的 但是我们却非得用C8这个模块里面 这么复杂的牵套函数来实现 好,那么最后再回到我们上节课所提出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上节课说了 这样的一种定义方式 最不好的地方在于什么 最不好的地方在于定义函数没有体现出 和原来F2的这样一个关联性 而F2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并没有和新增加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关联起来 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缺点 然后我们再看C8这里 C8这里其实只是变了一个花样 它也没有改变 也没有解决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 好,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小的语法堂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